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次无名品还没讲完 讲不完 太多无名 好 105页 2 4 6 8 4 我们从第13行开始说 无名 总的来讲人家做无名 那他的这个别相就是 无量 无边 各式各样 但是就众生相来讲 展现无名的 的几个 这个范式 或典范差不多 就是那些 跑不了多少 我们因为下一品讲的是 这个焦曼品 我们会带一些 这个阿德勒的心理学 你说跟阿德勒心理学有什么关系 有 这个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有趣 他讲什么最多 讲自卑 他讲自卑 自卑怎么会跟焦曼品 有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来说 但是他 他没有想到 他叫自卑是慢行 他没有想到 那这个佛陀他其实 两边他都说到了 好 我们来看外道经典 所生邪见 现在都是外道的什么 网路 网路资讯 所生邪见 很多啦你看不完的 网路太多讯息 你可能画一辈子都看不完 然后说 无罪福等 皆是无名 这些都是无名 说没有罪福 又诸恶道皆因不善 不善皆是无名 所以他无名包括了很多 那包含这个不善也是 又邪见企业多多地狱 所以 他如果要来碰佛教 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然不如不要碰 因为邪见企业多多地狱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 这个言语音声 会影响非常多的人 这些人他可能 没有经过求证 或者是没有经过更深入的了解 他就相信 所以这个邪见皆由无名顾身 又佛为世尊 一切智人三界大师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尊敬他 就是除了是一个长辈之外 他有他这个超越人格的一个展现 超越人格展现就是 我讲的就是你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他很多 有他的就是身为人 但是得恨 或者是这个言语上 可以值得让我们学习 跟倔敬的地方 那么真进行者 他要真进行 必须他是什么 心进才有办法真进行 知道吗 反过来说 心进的人一定是什么 真进行者 所以外向不重要知道 他可以演给你看啊 所以我们上次看那个佛说 《未成为淫远经》就是讲这样啊 有没有他就演给你看啊 让大家都以为他能在修行 那其实不是嘛 他只是要让你们以为他在修行 所以心最重要 就是你的心是不是静的 那那个自然而然 你就会展现出真进行者的这个风范 好 集圣地之的 诸外道辈 不能别之 当然啊 连门都没有进来 怎么会窥见这个佛法或者是正法的样貌 是什么 所以这个外道辈者是没办法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在他的领域 他的世界玩得非常的开心 好 所以如珍宝珠忙者弃之 就这样 盲者弃之 此皆无名过也 这都是无名过 又一切众生所有衰脑败坏等事皆由无名 所以你的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于根本的无名 一切利益成就增长皆由于名 所以这个利益你也不用觉得就一定就是就是法商 不止啊 不止 对你只要可以这个智慧 可以开发 其实什么样的利益都可以有 这样包含世间的利益 好 但是你只要智慧开发的话 你也不会单着说你一定要追求世界的利益 就是该来的就会来啦 所以如果增长 那没有来你也不会烦恼 这样才是明啊 对不对 不然就是也是无名 没有来你就烦恼 就无名 所以若增长无名究竟必多阿比地狱 如杰出人 不知谓是虚妄 我们可以把这边理解 而生贪着固 失色利受命等事 这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娑婆世界 一开始形成 那来的是光阴天的这个天人 你可以做好几种解释 当然不是只有娑婆世界有这样的版本 我相信 因为我们看到经典只是在讲我们人间 一开始是什么人来对不对 你到天界去看 天界有天界的杰出阿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的杰出 我们就把它可以解释成 我们就说过是一开始光阴天来 那天界有天界的说法嘛 好 那来 不知这些地位或什么是虚妄的 那就真贪着 结果到时候就飞不上去 好 因小失大 所以因小失大的事不断的在这个 因为无名不断的上演 因为我们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好的 有没有 珍宝珠盲者弃之 你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然后就因小失大 好 所以当之皆有无名忘食足利 好 这个利 当然就是这个究竟的利益 究竟的利益到底是什么 好 又此无名只有什么 但就是值嘛 只有真质断 所以智慧 智慧很重要 好 那智慧就是要靠不断的这个读 经 来 开我们的智慧 好 你看一些这个书啊 或者是一般的书 或者是网络上的知识 那个就是还是知识的层面 那当然有些这些知识 有时候可以形成你生活上困顿的时候 有一些卫戒当然也不错啊 但那个就是跟法华经一样 那个就是一个换乘 让你暂时在那边休息一下而已 你休息好了还是要往前走嘛 好 但你如果再往前走 你还要把它背着就累了嘛 对不对 把那些知识背着就累了 好 所以贪等不耳 所以贪呢 心中无慧 慧呢 心中无贪 这个是在讲心所啦 一次就是一种心所法的展现啦 所以贪心无慧 慧心无贪 那无名在一切心中 也就是说无名在 贪秤次里面都有无名 好类似他的说法是这样 所以他是就是属于根本 好 所以吉不修慧人呢 无名常在心中 所以你没有这个 培养你的智慧 无名就会常常在我们的心中 还不自知哦 不自知啊 所以又诸烦恼中呢 无名最强 所以如今中说呢 无名最重 亦难除解 好 他最最重 而且最难 这个 把他解除 所以无名呢 是十二因缘的根本 若无无名 则诸业不及 好 所以一开始先跟你讲明 再跟你讲 没有 如果没有无名的话 啊这边的无无名 又跟我们刚刚念心经的 无无名又 意义又不一样 脉络不一样 意义就不一样 对不对 这边的无无名 就是真的 跟无名相对的什么 无无名 啊那个心经里面呢 那是有无相对 对不对 那在心经里面的 无无名是在什么脉络 那一句怎么念 无无名义无无名境 对不对 他的脉络就不一样 他就两边都什么 都出钱 对不对 啊这边呢 是怎样 如果没有无名的话 所以他是落在先怎样 先把无名除掉 先把无名除掉 也就是说落入什么 就修行的次第来讲 先跟你介绍无名 先给你介绍无名 再跟你说无名要除掉 但是心经是跟你说 没有名 也没有无名 哪 两边都没有 所以那是第三步骤 第一步骤跟你介绍无名 第二步骤跟你说 那你要除掉无名 第三步骤跟你说 其实没有名也没有无名 无名也没有无名 严谨这件事情都没有 怎样 所以 这个就空金 那个就是不断的 除去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执着 所以夜不急故 事等诸分不能复生 故之无名是 诶 我是不是跳了一行 诸阿罗汉无众生相 阿罗汉也不止 无众生相 他基本上也无我相 其实他都没有了 但是他这边强调 没有众生相 所以无名故 诸业不能急成 所以业不急故 事等诸分不能复生 他这边在讲十二因缘 故之无名是诸苦本 又现见贪酌此不尽生 所以 亦于无常中生常想 就是你一直觉得你可以永远 拥有这个年轻的 的这个样态 保有这样子的样态 也想尽办法想要保有这样子的样态 游若空卷 宜矿小儿 或者是亦如幻师 能陷前狂人 好像可能一些这个宙师啊 或者是魔术师啊 都可以 让你觉得哇好像很厉害 所以令见土为金 又俗言 愚人呢 信以罪佳 而可以言狂 所以世间一耳 眼见不静 而为其所狂 以为那是静的啦 知道吗 好 所以用诸心法呢 念念静灭 取向故生 所以 不只是这个外向是什么 取向 你的什么心向 也是因为什么 取向 也是因为取向 所以呢取向故生 好 那么色灭尽以 吃 故 取向 吃 在这边就是 也是污名啦 所以余生等中 亦父如是 他这边色灭尽以 吃故取向 什么意思知道吗 他这边又是在讲这个 为世哦 只是他没有讲的 很详细 他没有像 这应该这么说 他没有像 为世把他讲的这么有系统 毕竟他 他那时候为世的思想 还没有成熟嘛 所以他说 心法念念静灭 取向故生 色灭尽以 吃故取向 这个就好像 你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你只有第一岔挪 怎样 取到的是什么 志向嘛 对不对 然后 而且是什么 带直径 再来呢 就是你第六意识 他们通常会分成就是 你可能是投射到你的意识上面 所以第二岔挪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是什么 不是带直径了 那个叫做什么 共相 那叫共相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你的外在世界念念生灭 你的心法 是念念生灭 对不对 所以你的外在的境界 其实也是念念生灭的 但为什么你到 第二岔挪第三岔挪 是不是很久以后 你还可以有那个像 产生是 因为什么 你的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记忆 所以他这个叫做共相 所以色灭尽你是怎样 因为色也是念念生灭 刹那生灭 对不对 所以下一岔挪 色灭尽了 但是怎样 你还是有相在 为什么 因为吃 故取相 可以吧 其实他这边讲很多 为世的东西 包含 他一开始讲说 什么是无名 他的解释是说 凡夫随我因生 有没有 随主假名 名为无名 你如果把他跟什么 跟解身秘经 应对的时候 他跟那个 里面可以符合 解身秘经里面有 讲说八世 就是他里面 直取哪些种子 包含直取色身的种子 还有名言种子 对不对 直取色身 里面就是包含有我 的名言 对不对 还有名言种子 所以他其实这两个 你如果去 把他扩充到解身秘经 是可以什么 溫和的 理解吗 所以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经典有在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 那单单这一句 随主假名名为无名 去把他连串到解身秘经里面 那两个支取 阿陀纳士的功能 通常你如果没有学过 这个维世的东西 你来看他 我们一般只是带过 如果你学过维世的话 你是可以从他这些就是 比较陈述性的这个句子里面 去把他衍生到维世的内容 不然其实你也蛮难解的 什么叫做色灭尽与持故取向 对不对 其实更简单的话就是说 我们常常举的例子 论里面常常取就是 比方说我现在讲火 你前面你可能画面里面 就有火的形象 那其实真的有火存在吗 没有嘛 持故取向 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个像的存在 这样 所以余生等重亦附如是声音也是 更惨的是声音不是 你可以从什么 就是从这个认识论的声音来讲 你曾经听过那个声音 所以你晚上听到 会感到恐惧或者怎么样 这个也是一种回忆 那更惨的是这个声音有时候 不只是就是让你感到恐惧 还会有其他的心所产生 所以你如果你曾经骂人家 或曾经被骂 他都会以声波的方式存在这个法界当中 声波 那我们就是讲说就是业种子 就是存在 那你好几累劫 哪一次你又遇到他 对不对 那那个业力又早敢来 那个就会来 然后来的时候什么 夹杂的不只是什么声波 还夹杂什么 你当下的情绪 所以你就讨厌这个人 讨厌这个人啊 因为他骂过你 所以恶缘就是这样解的 所以事故难解 所以你要用科学来解也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波的状态的存在 好 那但是量子力学也讲说 其实连波也没有嘛 对不对 波会出现是因为有人的意识 才会出现波动 所以讲到最后会很接近违世的思想 或违心的思想 不过因为这样就是因为这样恐怕 很难突破啦 再来就是 就违心违意识 他们就科学界上 只是跟他们的最高的种子 是相违背的 因为科学是研究客体世界 结果 结果研究到最后又返回到主体来 那真麻烦耶 好 此皆无名之过啊 所以 这个 这辈子 学佛之后我们就设法 不要跟人家 结恶缘 多结 多结善缘 多结善缘 问曰 多无名人有何等相 那很多无名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展现呢 答曰 世人于畏处不畏 就该怕的地方 大家不怕 比方说在面对因果的时候 他不拒畏因果 好 嘿嘿 然后呢 该喜的时候不喜 喜处不喜 比方说 听闻佛法 他一点也不觉得什么 欣喜 好 那正恶善人 或正悟善人 好 爱要恶人 捣取仁义 好 就是 常常这个颠倒 好 跟一般人的 或者是跟有智慧的人 颠倒的 这个 解释别人的意思 好 我们的一生都是我们自己在做诠释 我们是我们人生的诠释者 好 那你也可以用 诠释 也可以同样 你诠释自己的人生也可以诠释怎样 别人对你讲的话 都是自己在做诠释 好 长袭返利兼职邪士 少于惭愧不顾嫌疑 这些都是什么 多无名人的相 都没有什么惭愧心 好 不难悦比 好 心很坚硬 觉得 我为什么要让对方好过 哇 很多人很不喜欢让别人好过 嘿 嗯 我觉得 嗯 好像到处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也不用太差 一 不用太差一 好 那么 一字 一字难约 所以其实这样的人很可怜 知道吗 他 他让你难过 其实他自己也很难过的 是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不能轻浮 大家都不太想要 亲近他 好 那一难亲近 好 那我们要准备打坐 所以少于 刚刚讲 喜处不喜 正物善人 爱要 恶人 搅取仁义 常习返利 兼职协施 少于常贵不顾 嫌疑 好 后面讲 一难亲近 然后 愚矮无事 就是很愚蠢 很愚蠢 好必够医 要处黑暗 其不进处 好 对啊 你看 不然那个夜店生意怎么那么好 当然这边黑暗 有很多的 比喻啊 不是只有场所的黑暗 还有就是 那个事情的性质本身很黑暗 好 比方说 毒场啊 或者是 这个毒品啊 好 所以 这个黑暗 在我们这个人间有 很多啊 很多 很多的这个黑暗面 急不进处 所以 到最后 你会回归到 真的这边讲的无名 相反那个名 是最重要的 你要如何追求你心中的名 你一开始还是真的要透过文师修 那你要文什么 诗什么 修什么 你还是要依序经典 虽然他很枯燥 跑不掉啊 一定是要从阅读经典开始 自大自贵 喜倾灭人 这刚好福音下一品要讲的 不宜道理自显功德 这世间上很多这样的人 你没办法讲 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 当然这个道理 你也可以用四种道理来解 所以 看你怎么诠释 过不知过 利不适利 这是一般世间人嘛 你不知道说 你看了那些影片之后 有什么过患 那些都会变成你的种子 巴士的种子 那你也没有办法判断 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邪见 那利不适利 就是说 真正的 这个佛经 或者是像这些论 很难啃 但是 还是要啃他 那么 不好 绝境 及亦无为夷 卓语 语言 常喜悔恨 必取他教 而生贪拙 这个就是 到最后 佛法还是要变成 融入变成 那个叫做客制化 客制化成 这个适合你自己修行的法门那 学诵难得记得义诗 很容易 这个 就丧失 因为无名 摄有所得不能解义 所以 因为无名 看经看不懂 看论 看不懂 但是慢慢读就可以 这个 跟 自然而然 就会理解他的 这个意涵之所在 射由所解 则 复邪弊 可能有时候会顶光乍先 可以看得懂 后来怎样 又去写解 所以里面 水菜里面有讲说 写解佛语 很容易 所以如是等相皆有无名 故知无名有无量过 所以无名有无量的过患 事故因短 问曰当云何断 怎么断呢 善修真至则无名断 什么叫善修真至呢 问曰 知 因戒等 亦明真至 今中何故说无名要者 若因缘 若因缘观 所以他这边的这个 问的人 他把真至理解神说 你能够这个了知 无因相 因戒 的话 这样就是真至 他说答曰 诸外道辈 多于因物中谬 就是在因 在这个因物 在因上面 错谬 那么在因中 错谬的时候 就会说 智在天等为世间 就是有一个智在天 创造这个世界 因物中谬故 说有陀螺票 有有分等 这上礼拜我们讲过 就是这个外道的一个 石友论的一个论证 观因缘法 此二则断 所以他这边的两种的因 一个是说自在天 一个说是这个世界 创造这个是 这个制造这个世界 石友的九种的 这个成分 这是素论 素论派是吗 讲的 脱飘 有分 就是石友 所以有这两种 这不止这两种 他这边举这两种 来显示外道 如何解释这个万事万物的因 是什么 那佛教是说因缘 你如果从因缘法来观的话 就没有这两种说法 问曰 这个在论里面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论证 比方说有些论师 他甚至就跟你讲说 你如果讲说有个自在天 创造我们人类这样说不过去 为什么 比方说从麦种 生出的是麦 对不对 那麦跟麦长得一模一样 那我们怎么 我们人长出来 没有跟自在天长一样 有些论识 就会用这样去破 这样的说法 就是用这个比较批语的方法 或者是我们经验界的 这个一个 尝试 试着去破这个外道的说法 问曰 因缘 无名要 何故二种说 答曰 欲赦余智故 什么是余智呢 若观音界入等 亦破无名 所以有余智 就是 还可以用什么 观无音 也可以破无名 那么 但众无名 名邪见 邪见以因缘断 故二种说 他会以如是 又世间多于平等 名字终谬 就是在里面 产生很多的邪解 如闻平民 则新生疑 听到这个是平字 有些人就会产生说 为色等是平 为离色更有平也 这个就是印度那个时候他们 很多的论证 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色相畏处是平 离开色相畏处还有一个平吗 如是为五音是人 离五音更有人也 不是只有这个论 在阿含经里面其实也有听到一些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做一些相关的论辩 若心决定则多二边 所谓断肠 你只要有一个决定心 你一定是若入一边 你不是若断就是若肠 生即是神 亦生亦神亦如是 这个都是外道的说法 我们把它带过就好 若人知平从众远生因色相畏处成 如是色等 诸音为人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 那个苦地句 的这个色相品 那边我们都讲过了 那个讲的很长 你们大概忘记了 他那个部分讲的 诚实论在讲色相讲的很多 这个就是因为色他是最粗 最显形显像的 所以最能够讨论 所以他其实在探讨这个部分讲的很多 所以人如是之则能舍离 就是平啊人啊都是什么 比方说色相畏处 或者是从五音这些因缘所生成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认知的话 就能够舍离前面的什么 前面的这些邪见 世民只能付诸法十亿 这些名相能够覆盖 主法的十亿 其实不是名相覆盖 是你执着这个名相 会覆盖主法的十亿 所以如天问经说 名胜一切法更无能过者 所以里面讲说 你只要执取生这个名相 就是最大的这个过患 所以名相本身没有过错 是你执取他 是明子一法诸法皆随 所以这个名相 是一个这个我们 如果从我们讲说正字箭 是第一个是 八正到第一个是正箭第一颗扣子 一样如果你一旦执取这些名相 后面就跟着他 所以见世间极 则灭无见 世间极就有了对不对 所以你的无见就没了 那见世间灭则灭有见 所以就在有无当中怎样摆当 所以又说 随行相续故说无因生死 诸行相续故说无因生死 此皆无名过患 这个还是在十二因缘里面 观因缘则灭 又经中说若人见因缘 世人即见法 你如果可以观照出因缘法的话 你就是真正怎样见到正法 所以在以前这个南传他们有些修行的时候 就是会看见这个因缘法 看见这个因缘法 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时间变得非常的缓慢 那他就会去观照到说 是每个事情的这个因缘 会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去照见到 很多的主法的因缘 因缘相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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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通 就是他在这是有一种有一种进阶会这样 就是你在那个定经当中的时候 时间非常缓慢 那你观照在你观照的一个 比方说一个法相 已经形成了法相形成了 他就会变拆解成很多的很多的因素 很多因素相 然后如何在这空间跟时间当中 很缓慢的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或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变成这个样态 你现在因为这样很快嘛 而且我们的心很粗糙啊 你就观照不到 但是他在定中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缓慢 其实也不一定在定中哪 在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时间比较缓慢了 若人见因缘 世人即见法 所以若见法即见佛 所以佛法生是三位一体 虽然三位一体是基督宗教的说法 所以你看到这个 你见到正法即是见佛 所以不用执着说佛有什么形象 不用 你只要有真志 身体真志能够见法的话 即代表你见佛 所以如是若人能断 从明生吃 你断的那个吃是从明所产生的 明就是明相 我们都是追逐明相嘛 所以其实诚实论他非常有趣的是 他把无明定义成你随主假明了 这是比较少看到的 但是他还很能体现说我们的烦恼之所由来 就是因为我们随主假明 所以世人呢 则实见佛 不随他教 世故 以正志故 则无明尽 所以还是要靠正志来断无明啊 正知因缘法故能得正志 所以你要知道因缘法 因为到底什么叫正 什么叫真的叫政治因缘法呢 因为因缘法即是空嘛 所以你把因缘法可以替换成什么 空 所以还是要怎样 所以什么叫做能得真志 你如实的 可以体正到这个空的时候 就能够得正志 可是那个时候他是形容给你听啊 所以一个正志可得 你才会去努力追求啊 其实到时候你正得这个空向的时候 那个得也是什么 无所得啊 所以又略说八万四千法杖中 所有智慧皆以除无明 所以一切的智慧都是人啊 除无明才罢得 以无明是一切烦恼根本 亦住一切烦恼 互生 互生啊 所以如是因缘则无明断 好所以 这个是无明品 那我们讲这个焦曼品 我们先讲到三行 我们再来看这个阿德勒 以说三烦恼是生死根本 讲这个贪嗔痴啊 无明就讲了一堆 还有其他的吗 生死根本还有其他的吗 有 慢 什么是慢呢 问曰云合为慢 答曰以邪心至高明慢 他这边把慢解释什么 在第三行 邪心至高明慢 这是我们一般的认知 那是慢有多种 我们学了好几种 至少七种以上 对不对 若于卑至高明慢 跟你比较的对象的确比你卑劣 那样叫做慢 于等计等也叫做慢 就是跟你一样 你就分别 然后说跟我一样 后面还有几个字 那也没什么嘛 对不对 也是慢 所以 以此中有取向我心过故 所以他这边的把慢 其实什么是慢知道吗 答案在第三行那里 其实第二行后面的 以此中有取向我心过故 他的过患是什么 慢的过患是什么 取我向 知道吗 你只要有取我向 就是慢 这是比较 我们比较少看到的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 那个怎么会是慢呢 可是其实那个根本的慢 就是你有取 有你只要有取我向就慢 所以每个人都有慢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取我向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取我向啊 然后再去进行分别 他比我 他比我差 他比我好 他跟我一样 根本都是有我向 所以一切都有什么 一切中生都有我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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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